好 又中刚看到的是 新BC进行财经议题的总统大选民调 那确实总统大选跟国际政治军事 跟经济的变化 都可能一环扣一环影响投资 所以这一回合 这个波克夏手上的美国债券 比联准会还多 真的也是各界高度关注 我们先看到这个波克夏的 公布第二季的财报 这个新闻真的是一个很耸动的字 就是说波克夏拥有的美债 居然比美国联准会还多 那金额是2346亿美元 不过我去查了一下 这并不是事实 我想说怎么可能联准会那么穷 如果这么穷那还得了 那其实新闻 其实最早是从CNBC的记者写出来的 所以台湾很多媒体都照着写 其实只是波克夏的某一种天息的 持有债券比联准会多 但是新闻标题写的 好像比整个联准会还多 就某一个天息的美债比联准会多 但是总部位还是联准会大于他 当然如果真的是整个总部位 都没有波克夏那么多 那美国大部分完蛋了 我查一下给大家比较精准的数字 就只短天期 因为新闻就说这个联准 波克夏持有短天期的债券 就我们刚刚说2300多亿 如果以联准会它持有的短天期 我们一般定义就是一年以内 其实是5000多亿美金 怎么可能会比这个波克夏还少吗 精确的数字是5629亿美金 这一样是到7月底的数字 如果以联准会整个持有的美国公债来说 是4兆1944亿美金 所以当然还是远胜波克夏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这件事情 当然最重要的是 大家其实关键不是在讨论这件事 而是为什么波克夏手头上 有这么多的现金加短期的这些票券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在第二季 大卖了苹果的股票 我们知道之前它持有的 整个投资部位里面最多的就是苹果 可是它第一季呢 就卖掉了13% 第二季呢又大卖了49.4% 哇一口气清掉一半哦 而且总卖掉的股数高达3.89亿股 换回现金755亿美金 再加上它还有去卖美国银行或其他的 所以它总total现在手头上的现金 高达了2770亿 这个时间点都是第二季 结果你看到第三季股市是不是开始回档了 那更不要说8月份跌得这么惨了 所以大家不禁说 哎呀波克夏这个巴菲特真的是股神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 另外一个重要的财报 当然是我们的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公布 它7月份的营收数字 7月份呢 这个营收高达2569.5亿 再创单月新高 不得了 月增23.6% 年增更高达44.7% 如果以前7个月的总额来算的话呢 营收已经高达1兆5234亿台币 那年增高达30.5亿 如果以整个第三季预估呢 现在这个台积电是以汇率32.5来估 它美元的营收大概会在224亿到232亿之间 那不过呢要特别注意到的 他提到了接下来的89亿的营收 可能跟7月比起来会略为下滑 因为大家知道9月这个苹果要开始出货了嘛 所以他现在出货高峰合理推估 应该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 8月份当然还会持续再出货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昨天节目也讲到 因为灰达现在也delay了 所以可能对他接下来的营收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这是提醒大家的地方 那再回到呢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动作 真的是一波接一波 那美国现在又传出来 准备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车用的软体 以及一些零组件呢 进行射线 哇那这一讲出来 很多的美国的汽车厂商 甚至连欧洲汽车厂商都很紧张啊 因为你美国一进 表示我们以后不能买中国的这些东西 那对我们的汽车供应链会产生影响嘛 但是站在美国的立场 他就跟你说 这是国安问题啊 那我用了中国的这些这个零组件 或者是这些软体的话 他会在我的国内侦测我的状况 会收集我的驾驶人的各种数据嘛 所以呢 最直接的美国国防部 已经对中国的专门生产光达的这家公司 叫和赛的 已经发出禁令了 不准采购他们的东西 那未来整个范围会到多大不知道啊 所以目前中国 抱歉目前美国以及欧洲的厂商 都在看后续到底真正的禁令会到什么范围啊 那不止美国有动作 你看到原本跟中国也算蛮麻吉的墨西哥 现在动作也一波接一波 这两天呢 这个墨西哥的这个财政部长就跳出来说 哎呀真的 不能再买中国的东西了 买了搞得我们大家经济不好 所以他就建议说呢 哎 美国 墨西哥 加拿大呢 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三个国家 大家合起来 哎 也不用多 少买10%中国的进口商品呢 就可以造成什么好处呢 哎 他们有算哦 对墨西哥的GDP来说 可以贡献1.4% 美国可以增加0.8% 加拿大可以增加0.2% 更重要的是就业的部分 如果一样少了 少买10%的中国的东西 墨西哥可以增加工作机会 56万的 美国更多60万 那加拿大也可以增加15万 那所以呢 墨西哥现在开始要 自己先对中国设限了 包含了这个医疗设备 制药 电子 金属机械 汽车铃组件等等 都要开始对中国设限 另外呢 哎 很多中国厂商到墨西哥去设厂 我们之前也讲过嘛 利用这种方式去洗产地 现在墨西哥也盯上了 不准中国再做这种事情了 那还有一个国家呢 就是智利 那智利也是受到中国 倾销的受害的一个国家 明明智利 我们如果有概念的话 都知道智利是一个矿业大国 它的铜矿是全世界最多 铁矿也是全世界排名第13 结果现在智利 最后一家的铁工 的钢铁厂居然要关门了 这多夸张的事情啊 我是钢铁矿砂的产地 我生产钢铁 照理说我成本可以很低 结果中国卖到智利的钢铁 居然可以比当地的价钱低四成 所以即便智利 现在已经对中国的这些钢财 科增24.9%到33.5% 不等的关税了 照样还是比中国的贵 难怪他智利当地的钢铁厂 他活不下去 那另外一个统计数据就提到 整个拉丁美洲光去年进口 中国的钢材高达1000万公噸 年增44% 大家要知道整个拉丁美洲 都是这些金属矿产的重要生产地 结果不敌中国的清销 那中国为什么能够清销 它成本真的那么低吗 到时候根本不是嘛 是什么政府补贴所造成的嘛 那再看到中国现在自己 对于晶片的生产 当然他们很用力哦 可是呢 用力的结果 这些原本像中芯啊 像华宏这些公司 真的有得到好处吗 给大家他们最新的财报数据 你就知道 就中芯来说呢 第二季的营收成长的22% 听起来很好对不对 可是获利却暴跌了59% 那毛利率呢 也大跌了6.4% 只剩13.9% 你看我们的台积电毛利 都是五成以上的 华宏更惨 华宏营收就少了24% 那毛利更跌了17.2% 获利更年减高达92%之多 几乎就不赚钱哦 那所以再回到台积电的问题 刚开场的时候也提到 纽约时报呢 最近做了一个专题 就访问了很多 这个台积电在亚历山拉州的 这些管理者 就问他们这几年来的一些情况 那这个纽约时报呢 就很标题特别 我觉得是有点讽刺的意味 就特别括号写说 哎呀美国沙漠 当然如果从地理上来说 我们当然知道 亚历山拉是沙漠地区 可是我觉得他整篇文章 相当程度也在讽刺 其实基本上 他们在制造能力方面 其实也是沙漠 他们没有能力去制造 高阶的这些半导体商品 那怎么说呢 最大的问题就在这篇文章 报道里面提到的 第一个就最总共来说 就是文化冲突嘛 那第一个就是不加班 这大家都知道的 第二个我不轮班 夜班我不来 第三个我不喜欢开会 少开会 第四个我觉得是最严重的 不精准 大家也知道半导体这个 现在都是算奈米 接下来就是埃米了 哪能让你这样子 什么都多好得好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你看到 亚历山拉州草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量产 我个人觉得真的 精确数字根本就不会出来 不像人家日本早就在量产了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再看到呢 富士康的动作 这也让人家耐人寻味 好那今天媒体也是提到说 富士康又要回中国去了 又在河南投资了10亿人民币 盖一个新的这个总部 怎么会这样子呢 之前我们不是都会说 他不是到越南去了吗 到印度去了吗 怎么现在又回河南去呢 几个问题提到说 没有错我们到越南到印度去 可是呢这两个国家 第一个问题 人力素质不好 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第二个这个基础建设太差 尤其提到最大问题就是电力不足 这也是大家很清楚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就是 你鸿海富士康到那边去 可是你还要还是要有人帮忙嘛 什么供应链 结果呢你去那边生产 iPhone或其他商品 几组建还是从中国进口 那成本也不会比较低吗 那更惨的是呢 据说这个印度生产iPhone15 良率居然只有中国的一半 那逼着这个富士康不得不回去 但是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也跟河南不断的跟富士康招手 因为河南现在很惨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新厂这个节目的时候 河南省长王凯亲自到的 可是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很有趣 刘洋伟董事长当然是亲自去接产 刘洋伟的脸就笑咪咪的 可是这个王凯照理说 哎呀我招商成功应该很开心才对 结果却不是 大家都觉得你的脸怎么这么严肃 因为就有社群媒体就说 因为河南的经济状况 真的很糟糕 以今年上半年来说 手机的出口暴跌了47.4% 因为富士康跑了嘛 第二个进而影响到 整体上半年的河南出口 也衰退了13.8% 所以呢这个社群媒体 就很不客气的写呢 富士康打一个喷嚏呢 河南就要中感冒 这也是事实 好那当然呢 去盖了这个厂之后呢 更重要就是要有工人嘛 尤其是前面提到 iPhone16准备要上市了 现在是锦罗密鼓要生产的时间 所以我大力的招人 所以据说光两周之内 河南富士康招了5万个员工 怎么有办法这么快呢 当然就是砸钱嘛 除了原本的薪水之外呢 你只要能够待满三个月 给你至少7500块 甚至到8000块人民币的 这个额外的加急 所以呢就有人访问到里面的员工说 哎呀现在真的进去之后呢 每天都至少要加班两个小时以上 当然对应的收入也很多 一般平均大概至少有5000到7000人民币 一个月 甚至临时工一个小时都喊到70块人民币 不得了的事情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